大家好,我是漁夫 我們今天還要給Pepo 這個Pepo是說 要安裝寫一個殺手機的 這個部落格文章 讓大家可以 不管你在什麼,他都給你讚讚讚 很好的地方 他有一個Infography 資訊圖 各位來看,這個資訊圖 可以詳細的跟我們說 這個要安裝做 這個意思 這裡他在說 就是說 不是文章什麼好 就夠了啦 就必須要能夠引起人家的注意 這個才是真正的厲害 這個才是真正的厲害 第一部跟您下的標題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 大家要讓人家了解說 你的主題是什麼 要非常的明確 標題的文字不要超過 大概是8到70個字 標題要清楚 不要語言不詳 標題的形態 總共有8焦 第一焦就是我們說 這很重要的 這很緊急 你也沒看死 第二焦就是 要跟人家說 How to 要怎麼做 比如說這裡 Pepo就是 雖然你 非常痛恨公開演講 但是你還是要演講 要怎麼做呢 再過來 這一個指的是 條例式的 比如說 我中間有10個方法怎麼做 20個方法怎麼做 還有這 Mikwark的意思是說 你要出奇招 要用強烈的語氣 比如說 Qtips 殺手級的這一個方法 可以開始一個部落格 這是你說 最好是有清單 有排行 這樣子的寫法 最容易理解 再來是說 這種可看性的 那麼在文章的內容方面 你就是要 第一個要讓你的 讀者來看到 你所見到的 比如說 要告訴我的聽 tell a story 或是 描述要清楚 或者是用一個 專案來研究 等等等 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 再過來是要 帶一點點 私密性 那麼再過來就是 要使用 情感的語詞 不是下標而已 你的文章的 第一條 第一件事情 就馬上要開門 鍵上讓人知道說 引起別人的注意 所以比如說 你可以問一個問題 來做為開始 或者說 你可以 分享一段名言 或者呢 你可以用一些比喻 或者呢 你可以給他們一個 令人驚奇的 這種統計數字 這種統計數字 嗯 再過來就是說 你如果把我 好好討論 你就有在到什麼好處 這樣 你可以說 我現在呢 有證明 我已經看到什麼 看到這邊的文章裡了 那麼最後一個就是 說要引起這種 爭議性的話題 那麼並不是說 你把你的標題 或是你的第一段 開門鍵上去寫得很好 讀者就不會離開 他隨時還是會離開 所以你第一個要做到 你的資訊來源是有價值的 假設你是靜靜拆拆 這個資料 結果 人家還會來再看一遍 人家也不會認為說 你是認真的 這個是說 你不要用太多的專門術語 讓人 在看的人 看得不太多 那麼這一段 所講的是說 多設計一下 你的問題 讓大家去審思 你所文章裡面 所講的一些內容 對他有什麼好處 那麼這一段 講的是說 少用 把文章寫得熱熱等 重點是 你必須要把這一種 特別的細節 詳列出來 讓你的這個 讀者 能夠獲益更多 以上是 跟大家 分享 這篇文章 希望你會喜歡 我是尼富 大家收看 謝謝